大家好,歡迎來到澳洲IQI廣東話頻道,我是Derek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澳洲各大城市九月份的樓宇表現 在講下去之前,都歡迎大家訂閱我們的頻道,多謝大家的支持 根據CallLogic的統計,澳洲五大城市,包括Sigley、麥爾本、布里斯班、亞德萊德及帕斯 在九月份的表現,繼續呈現正增長 我們先講Sigley,Sigley的房價表現在九月份,按月增長1.9% 它的升幅是比澳洲平均首都城市的升幅 Sigley按年增長接近24%,也是1989年以來最高的按年增長率 而Sigley的中位價已經超過100萬澳幣,也是全澳洲最高中位價的城市 而麥爾本的樓市,在九月份的按年升幅為0.8%,全年升幅為15% 雖然按年的表現是全澳洲主要城市最低,但15%的按年升幅 是麥爾本自2010年以來最佳表現,而麥爾本的中位價為 七十七萬五千一百四十二澳元 接著我們說說布里斯班,也是未來2032年的奧運主辦城市 布里斯班九月份的按月升幅為1.8% 雖然相對在三月份的2.4%升幅有所緩和,但按年的升幅也高達19% 如果以計度計算的話,5.9%的升幅是各大城市當中最佳的季度表現 布里斯班的中位價是六十二萬五千二百九十一澳元 而亞德萊德繼續呈現正面的走勢 九月份的按月升幅為1.9% 比起最高四月份按月升幅的2% 只是輕微下調0.1% 而按年升幅也高達19.1% 是自2004年以來最高的增幅 而亞德萊德的中位價是五十二萬九千三百七十六澳元 最後到我身處的城市,帕斯 雖然按月增長只有0.3% 比起高峰的二月份增長的2.7%有所緩和 但是帕斯的按年增長都有18.1% 而市場供應持續偏低 比起過往五年平均供應量低出27% 仍然是很強的賣家市場 帕斯的中位價是五十二萬四千五百八十九澳元 之後我們再看看各大城市的租金回報 及空置率數據 而我們跟著所說的空置率是整體城市的空置率 並不是單單說市中心的空置率 我們先說Sigley Sigley的別墅平均租金會周圍600澳元 而租金回報率在未扣除開支之前 即是我們所說的Gross Rental Yield為2.2% 而公寓的平均租金會周圍495澳元 租金回報率為3% Sigley的整體城市九月份的空置率為2.4% 按年下跌0.8% 而賣家願意截讓為2.6% 比起上年九月份的3.5% 也都下跌0.9% 墨爾本的別墅平均租金會周圍430澳元 租金回報率為2.4% 而公寓的平均租金會周圍390澳元 平均回報率為3.5% 墨爾本的空置率九月份為3.4% 按年下跌0.5% 而賣家截讓率為2.8% 亦都按年下跌0.8% 奧運城市布里斯班 別墅平均租金會周圍490澳元 租金回報率為3.7% 而公寓的平均租金會周圍420澳元 平均回報率為5% 布里斯班的空置率九月份為1.3% 按年下跌0.7% 而賣家截讓率為2.7% 按年下跌0.8% 亞德萊德 別墅平均租金每周圍440澳元 租金回報率為3.9% 而公寓的平均租金每周圍380澳元 平均回報率為5.2% 而亞德萊德整體城市九月份的空置率為0.5% 亦都是澳洲五大城市當中最低的空置率 按年下跌0.3% 而賣家截讓率為3.1% 按年下跌0.4% 帕斯別墅的平均租金每周圍450澳元 租金回報率為4.2% 而公寓的平均租金每周圍410澳元 回報率為5.3% 換句說話 帕斯的中位價是澳洲五大城市當中最低 而租金回報率卻是最高 而帕斯九月份的空置率為0.6% 按年下跌0.3% 賣家截讓率為3.1% 按年下跌0.5%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個月會繼續為大家報道10月份的數據 謝謝大家收看澳洲IQI廣東話頻道 我們下次見 拜拜